如果還要在我去中國交換 我還會去嗎 答案是不會的 就有些人會直接土壇土在地上 基本上我覺得都出在於 人民素質的問題 明明就標示說不能抽煙 可是 你連火車上面的煙味 超級濃 他們行動支付真的很方便 不管多小餐 他們至少一定會有微信支付 支付寶 可以讓你付錢 以我這半年去吃的經驗老實說 真的沒有吃到太多和胃口的東西 所有的串烤 都是自然粉 胡椒粉 所以常常我在吃羊肉和牛肉 有時候真的是不好區分 一名台灣學生赴中國浙江大學當交換學生 交換期間拍攝許多影片 記錄了台灣與中國的生活差異 例如食物的味道 房租的價格 交通的環境等等 並且說到 跟想像完全不同 影片一出 讓許多網友產生共鳴紛紛 在影片底下留言自己的經驗 裡面整個都煙味 對不對 剛睡醒 這個列車 不可能再坐 睡完覺 肺都黑了 看那邊是 有寫一個禁言標誌 但是還是寫爽的 那先聲明一下 這個影片 絕對沒有任何政治立場 我是在2023年的9月前往中國的浙江大學 進行交換半年 所以在2024年的 一月中 一月底左右 回來台灣 所以在這個半年裡面 我會盡量以我自己個人的 金錢跟時間 盡量去體驗一下當地的文化 跟一些 值得我學習的地方 不過還是要先講一下結論 就是如果 還要在我去中國交換 我還會去嗎 答案是 不會的 就把我這半年體驗到中國生活 以食衣住行 育樂 來區分 那因為衣的部分呢 我沒買什麼衣服 所以就不跟大家 太多去討論 那我們先從食開始 很多人在拍那種中國的美食 不管是小吃啊 還是什麼特色的美食 看起來真的都很好吃 又油又亮 可是呢 以我這半年去吃的經驗 老實說 真的沒有吃到太多 和胃口的東西 因為以我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看的話 當地的食物 都比台灣來講 過油又過鹹 一般影片小吃看也好吃的原因 大部分是因為它的油啊 還有它的香料啊 它的辣椒 加得夠多 可是真的去吃的話 以我來講 我就說串燒店好了 像串燒店呢 如果每次我去點的話 每一家基本上 包括連學校的食堂 所有的串烤 都是孜然粉啊 胡椒粉啊 醬啊 都加到爆炸 所以常常我在吃羊肉和牛肉 有時候真的是不好區分 要細細品嘗才區分得出來 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他們的紅腸 其實紅腸 我有帶我台灣的朋友去吃過 老實說就是 它的含肉率真的是比較低一點 吃起來呢 澱粉感很重 而且他們的到處的小吃 都喜歡加紅腸 常常呢 就是在吃澱粉加澱粉 所以在我的觀察下 我看到他們人民平常 像吃米飯 也會吃比較多 常常去食堂吃飯 他們就是一大堆的米 都配一兩樣菜 可能像我如果想要喝一個 真的無糖的酸奶 其實也買不太到 頂多就只有 添加代糖的 淋蔗糖酸奶 我覺得中國人民 對於飲食的健康要求的話 還是比台灣人相對低一點的 當然 我要講一下 我還是有吃到好吃的東西 像重慶小麵啊 就很好吃 可是注意喔 這都是我個人的口味 再來講一下 住 說真的他們住宿呢 相比台灣來講 超級超級便宜 比如說像台北的話 一般可能雙人房要3000多塊錢 一樣的大小 一樣的裝潢 可能在上海 住的話可能只要 170塊200人民幣 就可以搞定 真的是很便宜 那酒店的話 又有一點就是 他們很多房間裡面 都可以抽煙 所以變成說 我去住了很多酒店 包括連鎖的酒店喔 它裡面的房間 也都會有煙味 晚上睡一睡 都 感受不適到太好 因為我個人 比較討厭煙味一點 不過像他們如果外送的話 比較好一點的酒店 他們都會有機器人 幫你直接送到你的房間門口 那你就跟機器人拿一下就好了 接下來是行 我老實說一下 中國的交通真的是 比較亂一點 像如果在中國待過的人知道 他們的汽車不管在高速公路上面 還是一般道路上面 要左切要右切 也不太會打方向燈 所以想切就切 想彎就彎 那他們的紅燈呢 也是可以右轉 不管是電瓶車 還是汽車 所以常常呢 一邊紅燈 他想要右轉 那裡面有直行 那兩邊都 每次都快要撞在一起 他們喇叭真的太常按了 永遠都按著 就是有人沒人都要扒一下 就喇叭到處一直扒 那電瓶車呢 也都逆向 或是騎到人行道上面 所以這一點我還是比較不習慣一點 不過有一說一啦 他們市區可能幾環之內 就是 沿著市中心 他會蓋那種 環行道路 幾環之內呢 是禁模的 就是不能騎家有的摩托車 只能騎電瓶車 所以他們的電瓶車跟 電車的普及率 是很高的 那走在路上呢 相對來講 比台灣 就少了很多汽油味 還有很多引擎發動車 我覺得這一點呢 還是很不錯的 那再來還有地鐵的部分 地鐵說真的 四通八達 真的很方便 其實你基本上 在市區的話 你要去哪裡 包括連哈爾濱 這麼冷的 零下二十幾度的地方 他們一樣都有地鐵 所以地鐵四通八達 很方便 可是重點就是 出門 如果背一個包 或者是有水 都要過安檢 過安檢的時候 水呢 包呢 包放在X光檢測 水還要拿出來 給那個人員去做檢測 或喝一口 沒有說好或不好 可是像在搭地鐵的時候 就基本上沒有 先下後上這個觀念 門一開了就是要擠進去 所以在那邊的話 我自己啦 就是我也是直接擠進去 因為如果不擠 有時候人多的時候 真的上不了車 好接著講 教育的 慾 就是我這次去中國的目的 就是交換學生嘛 老實說以我 從浙江大學 看起來的話 我覺得他們學生 真的很認真 圖書館呢 常常都滿的 而且走在那種 綜合教學大樓 都會有志祺的學生 甚至 每一層樓 可能都還有一個 手機櫃 就你可以把手機鎖在裡面 都鑽進去自習 都鑽進去讀書 所以這一點 他們還是非常倔 還有因為他們從小 就是這個黨國教育的關係 所以他們其實一般人民 是非常愛國的 在台灣議題上面 基本上回答的東西都是 中國答案 那我就是跟他們多多交流嘛 多多了解一下文化的差異 也是不錯的 好接下來講一下 樂的話就包括了玩樂 就以我去旅遊的經驗來講 我去大陸有去過 上海 杭州 成都 重慶 哈爾濱 山東威海 濟南 青島 雖然有八個城市 就這半年之內 不得不說 中國還是 浮原遼闊 還是很豐富的 只不過我去那麼多城市之後 我會發現說 他們很多城市 其實 都是大同小異 就是商業化 非常嚴重 就是我比較喜歡看自然景觀 這一些城市風景 我覺得 人造的有點太 太多了 共產黨用錢砸出來 不管那個高樓啊 還是那個燈光啊 就是你可能去看一次 體驗一次可以 拍個照可以 所以如果要去中國旅遊的話 我會建議說 去一些比較 自然 有特色的景觀的地方 城市可以去啦 可是 不用停留太多 因為我覺得每個地方的相似程度 比較大一點 那這當然是我個人感受 因為我比較喜歡自然景觀啦 那前面講完這 十一住行娛樂 我來講一下 就是我這半年的感受 先來講我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 他們行動支付 真的很方便 包括了你到一個小攤商 不管多小攤商 他們至少一定會有 微信支付 支付寶 可以讓你付錢 還有你去哪裡的話 基本上 他們的國民是可以直接刷臉支付的 我是不是 所以他們有時候是連手機都可以不用帶的 那這點當然大家會說什麼資安問題 可是你 你用很多東西都要刷臉 你包括你去銀行也要刷臉 所以我覺得這資安的部分 沒有像大家講的這麼嚴重 就是 給大家一個方便嘛 所以行動支付 我覺得這一點 我回來台灣的話 我還是覺得那邊的行動支付 方便很多 出門帶手機就夠 那他們的 治安也很好 所以像他們平常在路上開車的話 你開車每開個幾公里他就會幫你拍照一次 那個燈是很亮的 他是架在那個上面 不管你安全帶有沒有系好啊 你有什麼違規通通都會照起來 你人到哪裡都無所遁形 所以他們偷東西的比率很少 包括到山裡面也都有監控 可能會有個人隱私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相對來講 治安是好的 畢竟我沒有幹什麼壞事 那再來還有一個優點 就是電瓶車 電瓶車說真的 減少很多空氣污染 那台灣的話 比較少監一點 大家還是加油的 所以這部分 台灣可以再努力 那再講一下我比較不喜歡的一些地方 像 我之前去高鐵站 搭高鐵 有時候都遇到 就是可能在那個高鐵站 可以想像一下在台灣高鐵站裡面 就是有開冷氣那種大廳 就有些人會直接塗在地上 我覺得這一點 不太好 還有 像我影片開頭 我去搭那綠皮車 整個綠皮車上面全部都煙味 說實話我真的也 受不了 因為他明明就標示說不能抽煙 可是 你連火車上面那個煙味 超級濃 就是我睡完覺起來 我以為我鼻子會失憶的 結果是沒有 越久越重 包括你去很多百貨公司商場 他們裡面都寫不能抽煙 廁所也不能抽煙 可是裡面就很多人會去廁所抽煙 這整個廁所的煙味 比較麻煩一點 他們星巴克也沒有那種 自助回收的觀念 雖然他們好像有寫出要自助回收 基本上沒有人在回收 就是大家就是 東西都丟在那個桌子上 桌子上可能 堆滿一堆咖啡 店員也還沒來收 那下一個人 也可能直接坐在上面 他們也無視這些垃圾嘛 飲料就放在上面就聚合了 像台灣、韓國、其他地方 星巴克都會自助收 這些地方我還是比較不習慣 那講最後的感想 老實說我前面說那些 比較不喜歡的部分 其實包括飲食啊 包括人的文化 包括素養 很大一部分 都是 教育啊 還有 人民的基本素質 我覺得還是 比較相對台灣比較低一點點 我是實話實說啦 就是我沒有想要引戰飲食 基本上我覺得都出在於 人民素質的問題 如果人民素質提升的話 這些事情很多都可以去改善 因為他們比較特別的 他們是共產黨 很多的不管是經濟啊 還是很多的建設都是靠 黨的金錢去支撐的 所以變成說人民 還沒有隨之的提升上來 那經濟呢 跟建設都已經提升上來 所以會變成說比較大的落差 他們的像百貨公司上場都是 外觀 漂亮 裡面可是呢 就 不是到很乾淨啦 所以這一集呢 把我這半年呢 去中國大陸 交換學生的一些感受 感想跟大家分享 請留言區大家 理性討論 我講錯地方 歡迎大家 隨時來 指教 請示範